看到这也是非常幸运 大年初一的大乐透开奖 投奖是落在苗栗县公管厢的新换投注站 一注独得2.15亿元 业者说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放鞭炮了 而且是在农历年前按照了风水师的建议 门口右侧多装了一盏灯不能熄灭 所谓左青龙右白虎 果然虎年第一天开出了投奖 而且在18年前同一个投注站 还曾经开过投奖独得8.25亿元的记录 大年初二喜气洋洋 新换投注站业者一早开门就点燃五串鞭炮 庆祝虎年第一天开出大乐透头彩 一注独得2.15亿元 让人超羡慕 过年期间这里人潮原本就络绎不绝 现在排队的队伍更是挤到大马路上 所有人都希望延续得奖的好彩头 自己会是下一个幸运儿 太高兴了大年初一开春第一炮 开出投奖 而且是大乐透 太高兴了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投注站业者指出 农历年前特别请地理师来帮忙 除了原本就有着狭楼地形 象征钱财只进不出的优势之外 业者还加码布置 在门口右侧多装上一盏灯 地理师特别叮咛 营业期间室内外灯光都不能熄灭 果然在左青龙右白骨的庇佑下再次获得投奖 巨残的效果 没有规定什么颜色 但是一定要点 大家来买这个 咱苗栗就会发大财 其实新换投注站18年前就曾经开过大乐透 独得8.25亿元的记录 将近20年来至少开过10次投奖 连苗栗县副县长都趁着走春来排队投注 业者指出今年包牌的人特别多 所以研判这一次投奖的得主 可能也是包牌才中的奖 虎年头彩催出了发财梦 大家都乐翻 这张心结苗栗报道